萦娅 字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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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靳文 怎么样 你的面词怎么样 我的面词啊 嗯 那位人士不仅你哦 一看到我 一句话都没说 他就叫我下个星期来上班 不是好咯 刚刚公司裁员马上又拿到工作 太棒了 恭喜你 我可没有你这么乐观 我总是觉得 他好像请不到人 随随便便的 看到有人就请 不会吧 可能老板赏识你呢 他觉得你很有才干呢 可是 他跟我说 试用期是三个月 如果不满意 他随时和我解约 这个很自然的 Newbie嘛 一定有probation period的 对不对 不用担心啦 可是 他跟我重复了这句话三次 他好像是在提醒我 或者是暗示我 不要自己吓自己 要有confidence 有信心 有信心 OK 我就是没有信心 因为这是一份新工作 我需要面对客户 向客户讲解产品的效用 他还要我用到中文 英文 有需要 还要用方言 你知道 我过去在学校的中文是不错的 可是 我离开学校之后 我就把中文给丢掉了 现在我用华语和朋友交谈 我用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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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公司要去 China Chung 还要我去 设定新的业务 哎 现在我讲的华语这么烂 你说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没办法咯 我们只好建一步走一步咯 OK 我跟你讲啊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在这附近 遇到我们的旧同学 那个叫什么李文强的 你记得吗 哦 是他会当工程师的吗 是 那个很帅的那个啊 你记得吗 对 对 然后他跟我说 叫我去参加一个讲演会 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去China做project 华语不好 他就说去参加讲演会啦 可以帮到我 可以提升我的华语的能力耶 那我就想去试试 你跟我一起去要不要 临时抱佛脚有用吗 哎呀 就不要想要抱什么佛脚谁的脚 只要能够帮到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跟我去啦 星期四跟我一起去 OK 好吧 就跟你一起去 反正不亏粉的 是 很好 陪我去啊 来 喝水 乾杯 就是你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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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地方会难找吗 不过也很好很方便我们从地铁站走过来 今天我带了我的朋友 敬文跟我一起来 好的 这是你好文强 你记得 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 我们每个月都有举办这么一次的一次例会 好 待会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问我的 好的 来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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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会友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到了我们集席最兴奋激烈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 又怕又很开心 开心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 这个集席环节呢 只要主持人给你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可以发挥一到两分钟 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没有准备的时间内 表达你的个人观点 就是在锻炼你的个人反应能力 现在我看到观众席上面有一些新的朋友 想要邀请一下哪一位会友们可以上台来挑战一下 我看到了敬文 敬文你要不要上来尝试一下 你去了 不要叫我 没事啦 去吃吃吃 没事 不用紧 上来过后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自由发挥 只要有了第一次第二次 你的表现就会更好 来 欢迎你 不行不行 那你去 OK OK 我去我去 敢敢出啊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 现在我给你一个题目 金钱是万能的吗 有请 金钱不是万能的 是吗 金钱不是万能的吗 但是我听人家讲 那个金钱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我认为金钱是很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做的对不对 还要讲什么 我 我 我不会了 可以了吗 谢谢 谢谢 现在有请我们的会友文强 谢谢文强 现在我给你一个题目 题目就是 心动不如行动 开始 大家好 是的 心动不如行动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当我们每次看到 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的脸色 比我们好 比我们健康 我们这老师会想说 是的 我还是要跟他一样 我还是 假装到今天比他早睡 可是 每次晚上都 搞到三更半夜 看视频 看到三更半夜 到凌晨三十点才睡 或者说我们看人家 非常健康 非常有活力 我们就是说 不如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一起去做做运动啊 健身健身 可是 每次都有非常一大堆的借口 每天啊 这边有点痛啊 不如明天啊 每次是明天的明天 这个明天就永远不会到来的 就好比 马云先生所说的 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圆路 如果我们老是 心只会想 而不会动的话 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就好比我们看到 我们周边的一些会友 去参加的一些讲演会 就发生说 这个某某人 就从参加了讲演会之后 发现他的口才跟以前不一样了 遇到人就每天坎坎而谈 我们就想说 我们也要跟他一样 把我们的这个口才 把我们的语文给训练好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想的话 那别迟疑了 别再考虑了 马上就加入我们的讲演会 你看他讲得多么好 从前他讲华语比我还要乱 现在你学得这么厉害 对不对 是 他真的讲得很好 真的很好 太好 文强你真的讲得太好了 很羡慕 怎么能够讲得这么好 谢谢你的承扎 说真的 以前我们华语没有这么好的 我是参加了讲演会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的华语越来越进步的 哇真的是很棒 太羡慕了 你们也可以的 记住啊 下次我们的议会 你们就一起过来 当你在台上讲得好的时候 人家就会给我们鼓励 会给我们拍张 让我们有一种真正的感觉到 在台上的那种光荣 那种光荣那种自豪感 可是如果我们讲得不好的话 别人也会给我们鼓励的 所以事实上 没什么好怕的 记住啊 下次记得我拿那个表哥给你啊 好 明天我就参加 你也参加静雯 我们一起参加啦 我还是很怕 不要怕 怕什么 我讲得吃点吃点都赶赶上去了 我们就是来学习的嘛 对吗 参加啦 陪我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参加 我是应该改变我自己的 我也想要提升我的沟通能力 还有我的自信心 这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心动不如行动 心动不如行动 我们一起参加 真的啊 一言为定 好康 心动不如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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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